再来看的是立法院明天即将召开临时会 公民党团预计在这次的临时会当中 要通过核四公投提案 希望最快在年底之前就可以举行公投 不过有文化界 学界以及公民团体组成的 终结核四催票大联盟今天也站了出来 除了要求政府直接停建核四以外 也希望赶在公投案通过之前 号召更多民众投下反对票终结核四 如果不能阻止公投就让他快点来 因为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全民运动 等着瞧 不只导演柯一正 文化界 学界 还有公民团体统统站出来 要赶在立法院临时会前 号召群众对公投案正面迎战 我们要展开一个行动 就是我们招募一群核四终结者 每一位终结者负责拉到至少十位综合投手 公民团体集结组成催票大联盟 希望以一票拉一票的方式联署 在投票当天投下反对票 预计招募十万人 目标催出九百万票 公投就是要利用鸟龙公投 让他不会过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政府 我就觉得假动作太多了 如果真的公投过了 那现在政府是要倒阁 然后总统要下台吗 这个我劝马很久想清楚 鸟龙公投把我们绑住 所以我们催票就是要冲破鸟龙公投 我也很有信心认为我们会过板 终结合适 309反核游行 已经累积一定反核能量 民进团体希望透过自己力量 催化反核势力 有点tv蓝用三人正希 台北报导